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純粹说神父的观感 它仍然是非常出色的 又是那只灰马仔 你看它的马身扎实如铁 就是这些 虽然它一向都是岳高的头 但是状态没有走样 好 这只都有一些名气 含天铁翼的试集 来到香港试了三个大集 当然这些是自购马 它本身都是有外地积的 所以来到香港 大家看它们的试集 它们一定会追一下 即是你骑下去 它会交到一些给你的 如果一点都不追 那些你就要小心 可能有时间等了 那些自购马 但是你看看田泰安 几个集都骑得挺紧要的 我觉得这只马好像来得比较慢 初出一波我就先看看 马主就是南非的大马主 这件彩衣都来到 和展宏图那些都是差不多的 这只在外地 两岁职就很亮丽 三岁就经常上名 和阿智康说 神货 试集也好 单跳有时都省它 纳有些 好 一对马就是昨天早上 前面147是加州雷电 后面就落满冠 那两只当然不是拍的 加州雷电 都是高峰过了的马 我记得以前的马很醒的 早上 现在都是八八九 超巴胜就近海旁 近镜就望多眼 连离福障弹的草杂 因为一对马其实出集都是一样的 超巴胜就上次凹个眼罩 看到包到边都是很轻柔的 落草地跳过去松茸 是的 这只超巴胜都比我预期中来得快 你就这样看它单跳 你会觉得都普通 那些马又不是特别很起眼 但是一次近就说腹轮而已 上次再近了 士豹德 上去松茸 都曾经功夫脱咳过 你见助手一锁再锁 他都是有点口默默的 因为一向神货比较勤力 但他又是充斥力很短暂的马 要贴蓝引得很漂亮 是的 这只士豹德都挺欺人发挥 当然他之前都曾经交过表现 来到贵中会有些蚀底 因为他进步不多 相反其他马就可能越跑越好 好像这些 往往神区后面 前面雪涌和他看定了 下个星期三跑 而现在他不是拍的 一路跟着一个后面 你见到他有点白刺的头 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门门最后试跑 都不要落草地了 怕你走我头 好了 接着就十二马 近方都挺好的 接连几次都可以近 凭着状态 凭着档位 可以令到他接近 今次就中庭排到七档 但我觉得都不是赢面高的马 最多近 看看这些事集 宜敬力 前面黑武 外面杰出汉子 同场黄衫 何宅耀市 后面勤德威力 大面枯霍宏 宏星 宜敬力 一出 十考得好 判断即刻都接回手 这伙大集 就轻松 跟着大小智库 前面放到那只 又跑了星期三 三一六五零 外面中华英雄 红衫也是 勤德威力 那些真是由一货 不需要戒来个名字 杰出汉子 沿路外叠 回来骑下来 他有的 至于宜敬力 民风未动 潘顿 真是一步都没有骑过 但上次好党 今次就变成了个大外党 你要迫着改抛法 是的 这些货单跳 你看到他绑了你 亦都给了个头罩 今次就是初绑你 刚才那个大集 我看不到他有没有骑过 但你见到这只马骑下去 偏来偏去 所以今次就 首先换了个人线 亦都换了个配备 暴李渔峰 又是这个马房 就来得很快的自购马 都比较少有的 又是走过现在 落脚很轻巧 又是个马身 已经是同初出比 就越立就越漂亮 那场赛事 银梁之锋 后尾都得回 这只年少有威 又是质身持续进步的马 马头也没有以前 担得那么高 拍跳也很聪明 这只側身马也不能看少 钻色吹颤就后面 你见到他一直都是人马角力 想他跳得慢一点 他都不太远 即是未放松 又紧张 上场初出 一出闸 就已经慢了 五鹏志的一些自救马 这只叫神虎龙驱 赛绩上上市都近了 但是神操是否赚得下的马 暂时还未算 我觉得那些出步 力度都不是很足 杰出汉子 刚才负大闸就何宅尧试 但何宅尧分身不下 继续用喜威心 又是有些肉身的马 越收就越漂亮 模式也明显转深了 又是看狗档怎么克服 这只继续都报名 八卦 因为今年就低沉一点的马表现 所以落到场都没什么竞争力 面对着这么多乐 应该都相当困难 好 很快就来到第九场 三班的千二米 这组都挺精彩 我相信在阵上的对类 很多质身马的比拼 我选了胜德出色 和那只年少有威 尤其是那只年少有威 即是神操越来越跳得好 这些质身马 看着他变好 你看到他输 那一场大家都记得 我早前也说过 就是行圈等得太久 为什么等得太久呢 上一场抗议 所以令到他那一场急了 全程斗口 就留不到 是那一场不行 其他场都交到稳定的表现 所以为什么经常都跟大家说 大家有少少时间 看赛马直击 留意一下行圈 很多东西你都会留意得到 另一只一 胜德出色 这只马包道跑 也是很夹当 所以这一对马 都不能看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旺旺神区 你见他上次赢 其实那场的步速都挺快 但是快 那只马都留得不漂亮 都还是全程有些抢口 你四班就坐得起 三班 对手强的时候 你又是热门 你还坐不坐得起 乘二 所以我就选了一和十 跟他捏一下 是 因为今场错事 就算我们两个不提六 不提十 大家都会看着那对马 所以我都是收拾一些 边线有些分头 胜德出色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旗斯甲之外 你看他前次快跟回 输给旗斯斗士 旗斯斗士是赚了快步速 在内南刚刚过去 他虧了回来 上次沿路外跌 当然输得远 一入直路骑两步 没有潘顿都没有骑过 今次五档 又回遮挡 是有机会变身的 跟请不要问 蔡有汉那些 一定换到分头 另外一只 就是布里鱼峰 虽然那次跑第二 输给银梁之锋 他叫过了百进巨星 之后那一组 很多蛮都蛮蛮的 但是你看这只马鞋 接连几次都输得近 现在越来越进步 又是有分头边线 就不妨防它 第九场错事研究过 休息一会 回来研究完美场错事 待会儿